以2019來看 台灣的工具機產值大概會排名在第五 我們這麼小的地方能夠排名第五 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我們靠的卻是在這方園60公里裡面 每一個人做一樣的研究 就是我這個領域我要做到最好 好像在拚命也好像在拚面子一樣 要拚全球最好 我在國中一年級以前 我們家沒有電 大家都覺得他們有電很久就有電了 知道嗎 可是沒有電線桿 電線桿我們那裡比較偏僻 電線桿沒有到我們那裡 清水 我小學念書再沒有登下看的 爸爸媽媽要我們升學我們就不敢升學 第一個是長子 第二個是升學以後就多一份開銷 少一份收入 沒辦法偵查 就是早上畢業典禮 下午一點已經準時上班 從學生開始 當典禮以後隔年才創業嘛 我們做的就是工具機 為什麼它叫工業字幕 有這些工具機才能做這些設備 有這些設備才能做出這些民生用力 台灣已經主要產品有兩種 一種是伸縮物照 一種是排泄機 我們從創業的第一天到現在為止 我們每天都做客製法 哇 這個一出事就不得了 被搗帳了 我們的庫存也沒有辦法用 只有它能用別人不能用 這個已經沒有資本了 然後創業很辛苦 然後又都是租的 經理一年就被搗帳 獎勵是非常大的打擊 可是你還是要活下來啊 那從那次教訓以後 我們就可以有風險意識了 我們就在想那庫存不是辦法 從明天開始我們把倉庫拆掉 五號要五個啦 那我們就做五個就好 十號要一個 我們就做一個 分批給大家後 至少我們是零庫存 我們更堅定做TPS 九十米變十六米 中間沒有任何反應 就是從材料到成品做出來的之間 以前要以天為單位 也就是說現在別人還兩三天 我們三十分鐘就可以採出 那如果以單獨這個產品來講 我們現在不論值跟量 是世界第一 我想應該是無庸置疑啦 隱辛雖然有這麼嚴格的SOP 但是也是有很多有溫度的事情 看到同仁 早上為了趕那個八點 不遲到就滑壘進來 他在這邊滑壘 如果他在趕車的路上滑壘 我們如果提供早餐 我們就給星給他吃早餐 他在這邊安心吃早餐的時候 剛好是外面最塞的時候 所以從晚餐延伸到中餐早餐 歡迎大家打包回家 他可能逛這樣 一個月就省下一萬多塊獲食費 因為基本上一個國家要搶 工具機業一定要搶 你看全世界的搶股 哪一個不是工具機業非常搶 因為它是一個國防工業最主要 不求人的嘛 這一次的疫情以後 大家會知道說 很多東西不是跟世界工廠買就好了 自己要有辦法提供 那才是救命單 大陸山底下這邊 前後只有60公里圓 所有要的東西半個小時大家都到 像這種東西在日本 你可能要三天耶 中國大陸可能要三個禮拜耶 這是台灣的優勢嘛 全世界以前除了做生意的人 誰知道你台灣 那現在大概可能70%的人 全世界人都知道說 現在國家有難 該是我們工具機出力的時候 這一次口罩國家隊 真正有幫助就是這一點 這一次比較珍貴的 其實不是那個門檻 也不是那個二十五天 最珍貴的是還有一件事 這一些去的人 我們平常是競爭對手 商場上是年始五活的 去那邊二話不說就是合作 台語說修聽不修捷 人家講台灣最有人情味的地方 那個熱情有時候是一時的 可是這個可以長久 這個合作這一次是口罩 下一次可以是誰 下次可以拼對手跟日本競爭 我們合作來馬丁丹不是很好嗎 我身為工具機產業的一份子 我這三十幾年來沒有做第二個行業 從第一天到現在我沒有改變過 因為我非常喜歡 而且非常熱愛 更重要的是我非常感恩這個產業 不只人情味喔 我們也有科技喔 我們也有技術喔 這是我身處在這個產業 我覺得很溫暖 而且很驕傲的地方 我已經在成功了 我可以找回事 可以先把他提前 你沒有解釋 我可怕 我可以無所謂的